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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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ㄡ stove 歡迎收看鵝鹏人 我是阿 beta 鵝鹏 鵝鹏找海味 喔 想來從射到台灣傳統的十大海味 英國 鵝鹏 三牆 自賣咖 後面 6、6,7、8 4 tenir 前面 我們還來開噹台灣第一個 這個米其林必比登推薦的反倒中破篩 東鄉台菜的大頭篩來幫我們做料理 希望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接下來要來給各位介紹 第五種這個鞭魚 這個鞭魚其實我們台灣吃得很厲害 以前有一個尚似的說 有錢吃不用 沒錢不用吃 就表示這個鞭魚其實以前的價值非常貴 一般來說在我們台灣 它是尚似死守營 它這個中類非常多 差不多有22種 在台灣常常吃的就是 主要就是像七層的麵還有金屎麵 還有這個黑麵 有人說的這個打頭頂頂這個 你如果要吃這個鞭魚 一般你是要十大斤以上的 鞭魚還要小吃 所以如果大隻會比較好吃 它的膠質會比較多 這個鞭魚 它在台灣來說 你要吃鞭魚也不簡單 現在目前只有鞭魚用鞭魚 來做養殖的方式 純粹的人工繁殖的方式 在台灣目前還沒有四季 還沒做起來 所以只有鞭魚有鞭魚 因為這個鞭魚 它會發出聲音 所以以前的鞭魚 以前的鞭魚 它會透過這個方法 來了解說 這鞭魚在哪裡 因為現在現時是 時代進步 現在已經有這些炭魚機了 所以一般來說 它已經不需要用這個鞭魚 來聽聲音了 如果現在鞭魚的鞭魚 所量的 當然在我們台灣 其實我們台灣算鞭魚 鞭魚很好鞭魚的地方 因為它 差不多在我們台灣的 這個黑水溝都有 當然有不同的鞭魚 像我們的這個 台南高朋友去鞭魚 就是這個金錢鞭 這錢鞭魚比較好鞭魚 那如果在其他 像宜蘭的担保 它又有另外一個 它還會鞭鞭魚 或者在這個鞭魚 鞭魚的地方都鞭魚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生在這樣 這邊 都很多地方鞭魚 但是現時是 有一些灣牟的鞭魚 鞭魚魚的鞭魚 因為現在鞭魚的技術 非常的好 所以有這種 對灣牟鞭魚鞭魚 然後鞭魚 介紹比較沒那麼貴的 還是有 都有 同樣的 我們會來找我們東鄉台菜的大頭菜 要來教我們說 這邊是我們怎麼料理比較好 這邊是我們如果有機會 我們去市場其實都看得到 這次便宜的部分 我們應該是在我們台南市大家 就近來出財 這次便宜是要來找這個便宜 來瞭解這個便宜 它的這個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是 安兵 魚人碼頭 我們快要在這裡桌子 蝴蟹 蚵蟹 蚵蟹種 但是目前蚵樂廣場 它現在是精秋 那條街的精秋 不知道是不是 這是 我們待會有的 這是艱蟹 艱蟹 艱蟹 美鳳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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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要去越高了 我們剛剛剛來考試的了 咧 我們早上安庭的叫做一昆辛 昆辛是什麼意思? 是大隻魚的蝦夾片 什麼魚最大隻? 就是海鴻 鯨魚 海鴻最大隻 像這個海豚 代價是叫做海豬 這個海豬現在在這裡處理 另外一邊是胸鋼 我們今天的地方是南齊骨魚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裡面有一個魚可以買魚 我們現在來看看 南齊骨魚 南齊骨魚 這個特別 這個像特別 這個拿起來看看 這個 西瓜米 沙白魚 因為台南在地就是沙白魚 這西瓜米就是在地 南齊骨魚 我們台南這裡的港仔塞 他們做的西瓜米 這是輪切的 免費 跟我們市場看到大隻的不一樣 因為大隻很大隻 沒有 你要吃比較開氣 所以輪切的比較不便 這邊有這個桃圖 這個桃圖 桃圖 它這也有輪切的 一樣 因為你自己一個家庭要吃 你要開一個真的很好吃 因為你說你們家平常很大 還要喝 七、八、八、七、五、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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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四、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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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關在地上 這個月 我們現在回到家的 連魚 半都有 每個月 在這邊 溫魚就是水便和價便,兩種 水便和價便? 對,如果比較多就比較不大 牛尿便,打三種 牛尿,一般這個都差不多兩多多 一般來說,你如果這價便 可能大碗有三四十公斤 二十十公斤的都有 水便就算稍微 一般看到大概在七八公斤,十千公斤 一般街頭都怎樣,你的廣這種? 很多種 跟一般魚在煮都差不多 都不可以啦 截圖炒菜都不可以啦 切塊就對了 對 東鄉台菜海味料理 要來找我們的中破菜料理 欸 菜耶 菜魚 我今天帶來要來給你料理 我們先給各位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台灣 第一個米其林版的中破菜 來我們的東鄉的大頭菜 必比登推薦 煮香蕉好了 這塊魚煮香蕉 不用煮湯 切油的香蕉 蒜辣 兩隻的蔥 這個煮香蕉 這煮香蕉 煮香蕉 煮香蕉 煮香蕉就先進去 煮的時候 這個魚子差不多 我們把它淋一層的蛤蟆 它的蒸鯊 那個魚子的香蕉 把蜆子 把蜆子 然後淋蛤蟆 煮香蕉 煮香蕉都淋一層的蛤蜆 把蛤蜆熟 煮香蕉 先上加鮮 再來吃煎魚粉 海鮮 我都會加鹽鹽鹽 煎魚粉 那個鮮味 鹽 火 米酒 然後來灌湯 然後來灌湯 那那個叫人吃 這個叫灌湯 灌湯 灌湯 因為它量那麼多 就把它倒進 再渣渣 你看 離開 我們今天來到台灣 第一個米其林碧米燈 推薦的版德中破篩 我們的大陶湯 一樣來料理 我們的十大 傳統的海味 白天第五的 這個煎魚 我們以前說 有錢吃煎 沒有錢 不用吃 因為現在 因為這煎魚 已經有那麼多 人工養殖 有在吃 所以我們現在 熟熟的還是買得到 當然我們沒辦法買整隻 我們一樣買 一片來請大陶湯 跟我們料理 我們今天做什麼料理 咱們煮蒜 煮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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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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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重要的是 蒜蒜 蛤蜊 我們要利用蛤蜊 蒜蒜的味 它的提醒 它的 魚的糖 濃郁度 它的蒜蒜 要蒜蒜 調味料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這個麵魚 用這個方式煮出來的味道吃是怎樣 這個味道不錯 我們這個麵魚 如果煮完吃起來 這個肉非常結實 它的湯頭 好像 城市也很多 這樣算非常好 會怕像蛤蟆的甜味 你是不是吃到 沾一般的魚湯不一樣的氣味 對 好 好 謝謝 這次好現找海味的節目 是我們無法報告贊助的 我們如果有機會 在旁邊我們會繼續來 協助這場面的節目 當然在過程中 我們在講台語 每一個地方的台語 使用的方法 沒有什麼一樣 所以沒有什麼正確 跟沒有正確的地方 但是我們還是要在這裡說一下 其實我們台語在每一個地方 他的用法 他的講法有各樣的差別 所以你如果覺得說 怎麼說對 要怎麼說比較好 因為可以在我們那邊的腳 跟我說這句話要怎麼說比較好 我們可以向上來參加看看 再一次跟各位說一聲謝謝 收看我們鳳源人的節目 怎麼有機會呢 記得訪問分享 按讚 點閱 感謝各位 再見 孩子們不要好現 請